就是說如果今天想要把這個尾巴的換行去掉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在這一個串列 其實這個串列讀進來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文字了 指的就是這個文字喔 因為它有中國阿虎 第幾個的話指的是它裡面的這個資料 它裡面的資料其實就是有沒有 就是一個一個的文字啦 所以這個頭尾這個就一個文字有沒有 這個就一個文字 所以當你把這個資料讀取的話 它就是這個的資料 比如說0的話就這個資料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把它尾巴這個拿掉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叫strip 叫strip 點strip 如果你記不起來的話 你打一個strip 打一個點有沒有 後面其實我的spider 它會提供給你一些參考 這個就是它的函數的一些名稱嘛 它叫strip 所以你打一個s這邊就出現了 倒數的第一 倒數第二個有沒有strip 那這個strip的話 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這個strip的主要的用途 就是呢 你在裡面加上你要去掉的這個文字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它去掉 不過去掉的話一定這個 你給它的文字一定是要放在頭跟尾的位置喔 如果它不是放在頭跟尾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strip 那你可能就要用別的函數了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不用strip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函數呢 如果它在中間的話 如果它在中間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叫replace replace就是取代啦有沒有 replace的話很簡單 就是你要把什麼取代成什麼 replace也蠻常用到的 比如說我這邊喔 如果加上一個點strip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這個尾巴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換行呢 幫我把它strip掉 去掉的意思 那去掉的話 你要把它執行看看喔 OK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它就會沒有換行了 OK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strip 那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什麼 如果你說老師 那如果假設換行 它不是在尾 頭尾 其實頭跟尾用strip 可是如果將來用 它如果是在中間的話 另外我是建議 也蠻常會遇到的 就是你剛好要處理 中間有一些東西不要 取代掉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邊改成叫replace 所以電有沒有 電打一個r就可以了 replace就出來了 那其實它會給你提示有沒有 replace裡面它跟你講說 你給我三個參數 一個是old 一個是new 後面有小字 然後一個是count count的是數量 那所以其實 enter它 OK我選這個啦 或者你把它點兩下 那其實它會跟你講說 不過主要它好像兩個 一個是你要replace什麼 我要把這個反斜線n 幫我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new new的話要給什麼呢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的話 特別重要 你不能說空下來哦 沒有東西是沒有字 沒有字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 那邊必須加什麼呢 猜猜看 猜猜看 猜錯也沒關係 空白 對 不是空白 兩個雙以號 記得哦 兩個雙以號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以後 你看到兩個雙以號 其實就是把資料清掉的意思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輸出的時候 順便先幫我把那個 反斜線n 清掉之後再輸出 執行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也 就跟剛剛的效果差不多啦 我看一下有沒有 一模一樣 有沒有把它去掉 但是我覺得replace比較好用 因為sweep僅限於頭跟尾 但replace就是說 不管你將來的資料 你要去掉的資料在頭或者在尾 或者在中間 都可以用replace 不過replace多一個啦 這樣變成說你要多一個參數而已啦 OK 好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strip跟replace 那你說老師 那Python裡面有哪些文字函數 你Google查一下 其實網路上一堆教學 有關那個什麼 Python的文字函數 Python空一個文字函數 一堆 所以每一個函數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盡量是會看一下 哪些重要的函數 你會 這個其實跟eSale裡面的函數的用法 我覺得雷同啦 差不多意思啦 OK 所以就幫你把哪些字去掉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老師如果今天希望改成 那個會員是11到20好了 11到20怎麼改 會不會 11到20 其實理論上是改這裡 for i等於什麼 這邊到0 0到10對不對 0到10 那我只要把這邊改成什麼 11到20的話 這邊21 這邊21 這樣不就OK了 執行一下 11到20 可是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前面沒有這個藍位名稱 因為藍位名稱是0 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把這邊改一下 就是把這一行拿到這邊來 那這邊改成0不就好了 有沒有 單獨輸出 藍位名稱就是單獨一個 然後底下11到20 就是個別輸出 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有沒有 藍位名稱嘛 就是0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11到20 那意思類推啦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今天我想要改成什麼 單獨 比如說1到50 我只要是1到50的奇數輸出的話 奇數 奇數怎麼做 最簡單的方法 奇數應該從這邊一樣從11對不對 那尾巴的話呢 尾巴就是51 對不對 然後痘點 加一個2不就好了 痘點2的話指的是step 有沒有 間隔的意思 所以1間隔兩個就是3 再間隔兩個變5 OK step 好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1、3、5、7、9、24、6、8、10 有啊 24、6、8、10很簡單嘛 這邊改成25不就好了 執行 24、6、8、10 有沒有 奇數跟5數不就OK了 好啦 所以應該知道這意思了吧 所以 將來尼羅拉取得哪部分的資料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很快的就可以幫你把你要的資料給取出來了 OK 好 那這個串列的部分的話呢大概就是這樣應該就蠻夠用的啦 那不過後面其實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就如果今天我不要全部 因為這邊總共5個欄位 編號一直到手機 如果我只想要其中的姓名跟手機好了 每兩個欄位 5個欄位取兩個欄位 那怎麼樣把這5個欄位變成只有兩個欄位 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重點就是一個是strip 這裡我是在雲端上是用strip的 replace 順便講一下 replace 同學常常會遇到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 透過這個串列的輸出 所以串列的操作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Python裡面 將來如果你只要遇到 這個外部資料處理的話 一定都會丟到串列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串列這個型態不熟悉的話 那你將來要操作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假設這個串列的部分 你們要再熟悉的話 我看一下 這邊好像有一個串列的表格 串列的 在那個第五個單元 我這個表格可能不小心把它刪掉了 這個表格的話裡面會有一些 那個串列裡面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函數 比如說像 如果我今天希望操作 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大概比較重要的 包含就是說 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串列裡面的數量是多少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個L1N 把它刮起來 這樣的話它回來的 就會是這個串列的總數 它的總數量的話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好了 像我們剛剛這一題 這邊就是51嘛對不對 那51的話 你想說51這個數字 如果我假設數量會變動的話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預先知道說 填什麼數字上去 那其實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想到用L1N 這個函數 L1N的話 就算它這個 這個串列的總數量 它這個串列的總數量 是多少個 因為它的數量是從 藍位名稱一個嘛 然後加上50個會變 所以51個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 加上一個敘述 就是L1N 刮弧 然後裡面的話 就放那個串列的名稱 叫L11 好 這樣的話呢 這個得到的話也是51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要 輸出資料的範圍的話 有的時候 甚至就直接 把那個串列的總數量放在這邊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你的數量就不會是固定的 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那個數量多 它就會自動跑多 少就自動跑少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所以有這個表 裡面 其他還有比較重要的幾個函數 像是 裡面最大的 裡面最大的就是max 裡面最小的就是mini 然後還有這個取得哪個鎖影值 還有count的話就算它的這個數量 出現了這個 哪一個元素出現的數量 另外的話如果要把資料放在裡面 就是要增加資料的話 那就append 有沒有 你那個 假設你這個串列 清單 你希望再加新的資料的話 那就是append 其他的話 這個extend比較少用 insert 插入一些資料 其他還有像remove 把它刪掉 sort就做排序 大概這些比較常用的一些方法 用來控制串列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把它寫到那個 這個excel裡面 這個部分